中文字幕志愿者 警方借貨他們用被害人身分 偽造醫療手術記錄 射擊嫌案 由於據點戒備森嚴 因此警方特別出動 沦氏裝甲車 倒破炸團機房 成功逮捕5名嫌犯 询問後 依組織犯罪 加重詐欺等罪前 移請台中定結署責犯 此次攻堅最吸睛的 就是這台裝甲車 這台曾在國慶大典亮相過 全車踩12到40厘米 後鋼裝甲車底和油箱防爆 車頭加裝破門裝置 一輛造價約2000萬台幣 另外可以攻堅的 還有這台突擊T車 黑色T車攻堅的時候 血破系統也升上2樓 警方趕緊破窗而入 這台突擊T車 假替時間只需要10秒鐘 人力更精簡 為1到2人 還可以旋轉360度 僅用攻堅力氣大提升 可以1秒破了 詐騙大門 讓民眾大開眼界 華視新聞 劉雨雪 張英光 台中報導